就是他寻一寻 他的车会从这里 然后来停这里 骑机车戴安全帽的男子 凌晨三四点 出现在透天拓骑楼 不过他神情紧张 不停张望 原来这时 他正准备要下车行窃 然后等一下那个警示灯响了 他就会冲出来 十几分钟后 角落有灯光闪烁 接着骑士就快跑出现 最后更骑着机车迅速离开 没想到隔天一早 停在骑楼的白色小客车 车窗已经破了一块 锁头也遭到毁损 原来几个小时前 小偷就是锁定了 这辆汽车犯案 这几切案就发生在 屏东潮州的咏村里 由于当时警报声大作 小偷没有得手 但被害人的车窗车索 遭到破坏 关维修费就高达四万五千元 而且连邻居也有 同样困扰 一旁住户的遥控器门锁 遭到破坏 小偷还遗留一把螺丝起子 另外一户则是放在 棋楼的生活用品被偷 让人哭笑不得 经过追查原来这名小偷 根本是附近外团乡 列管的治安人口 四十几岁的郭欣男子 是一名有吸毒前科的窃盗官犯 疑似缺险买毒 又担心身份曝光 才会跨区到潮州刑界 只是他为了偷走几百元的财物 却大肆破坏 民众就怕被盯上后 财物损失事小 却得花大钱 浪费时间来复原嫌犯 留下的蛋摊子 难怪消息曝皇后 已经人人自危 TVBS新闻 叶凤达 评论报道 请订阅按赞 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也请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大使